現在是我們比較傾向是BNT 莫德納吧 被問到要不要給小孩打疫苗 家長意見很分歧 不過5月上旬 6到11歲的兒童就要開打疫苗 大家還是怕怕的 那如果有BNT 我們當然是先打BNT為主 對 因為莫德納現在根本沒有數據出來 所以會比較擔心 感覺莫德納還是比較好一點 可是我應該還是不會讓我小孩 那麼早先打 先觀看一陣子 根據網路媒體日前的線上民調 願意給小孩打輝瑞兒童疫苗的 有51% 莫德納僅有5% 而不接種觀望的則有33% 台灣家長對莫德納還是不放心 就怕副作用太強烈 指揮中心也調整施打政策 6到11歲的兒童 那接種莫德納疫苗是兩劑 兩劑的間隔是12週 主要就是如果拉太近的話 有可能這個避免這個心肌炎的一個發生率較高 除了拉長兩劑間隔 指揮中心也掛保證莫德納的數量絕對足夠 但是想打輝瑞兒童疫苗 目前還沒簽約恐怕還得要等等 除了打疫苗之外 也有人建議學校全面定期篩檢 取代打疫苗或是停課隔離政策 抗原快篩在流行期間增加快篩的次數 它就是比較能夠早一點找出確診者在什麼地方 當然對整個校園的安全是會有幫助的 自然兒童打疫苗5月就要上路 不過只有莫德納可選的狀況下 對許多家長來說恐怕還是寧可先觀望 環宇新聞 宋據黎定牆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